啊小伙子今天又来了 来了老板记成乖好嘞 那我肯定记得啊 你上一次你从你邻居那儿 五万钱买顺次买了好几个都留我这了 是不是 是的啊 今天又弄的有啥好东西呗 有啊今天又给你来送好东西来 哎对了 你上次回去的时候 我说给你邻居买点东西你买了没 买了啊 那这八十块钱东西你五万钱给弄回来了 买了二十块钱的苹果二十块钱的小小 买了水果给它点回去了 哦点回去了 咋说的呀 咋说的就是你那东西人家赚钱了 看上了卖了 嗯 是吧 然后我说那家呢还有点我再挑一个我再看看 嗯 这样的你挑来的东西我看看挑了多少 每几个 那我先看看我先看看 哦 这位是康熙啊 嗯 咋没顺制了 顺制我看那有了呢 上次挑完了 不是挑完了也有了 然后看着都烂了 烂了 那这俩钱是好的呢 嗯 但是这是康熙啊 嗯 这俩是涅币 这是涅币民国的 嗯民国三十一年 这俩是涅币这可不是赢的 嗯 要喝 要喝 这俩是赢的呀 嗯 这小银豪子 这俩是小银豪子 赢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你这这回是多少钱 还是五万钱一个 啊 这位回去给他说了 嗯 赚点钱 说我这这不懂了 你赚点钱了 这五百钱肯定不能给你了 也得让他赚点 嗯 那多少 这多少钱买的 四块钱一个 六个六十 嗯 嗯 都给他加了五百钱 高手 翻了一句 啥事 嗯 你的小伙子 厉害啊 你的邻居在哪呢 我能去见识见识吗 你也懂啊 眼光啊 就是按他家旁边的 我想和他做朋友 哈哈哈哈 可以啊回头 您人物说暗 我想和他做朋友 可以啊回头 带着您认识认识的 行行行行 我跟你说啊 你这俩康熙品项都好了呢 啊 反正你这十块钱一个买 那肯定是 肯定是 肯定是 这咋说呢 捡肉 算是捡大肉 嗯 知道吧 这里边呢 算是 铜钱跟这个 这俩 算是价值稍微低点 嗯 你要是像这俩 你也比我收的话 我就给你二十块钱一个 两个四十 那也总啊 这个康熙呢 我能给你个二十五 两个五十 这是九十 嗯 这个银毫子 这是银的 嗯 一个给你一百 两个二百 然后这是算是两百两百九 是吧 是的 你第二次来啊 咱说句实话 都算是朋友了 对不对 是的 加在一起 给你抽个整铺 三百块钱 咋咋咋咋咋咋咋 那太干凉了 说实话 你这次也是赚了 对不对 你六十块钱弄过来了 你转转手 你跑到三百去了 价格还有呢 有呢 有呢 价格还有呢 还有 行 下次你再带来点 懂啊 没看我一回都拿了几个 一回都拿了几个 嗯 啥情况 不敢拿躲 拿躲了万一掉溜了呢 万一就是不止十块钱啊 是的 哇塞 你的小伙子轻得很啊 小伙子轻得很 别说了 小伙子太轻了 那行 留下了 留下了 好嘞 那我就留下了 过来都给您送好董椅 好嘞 谢谢谢谢 嗯 好嘞 嗯